第四百七十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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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你们告诉我 这最后的两天时间 你们能否坚持住 能否支持到我们的蓝好王归来 踏平嘉陵关 能 歌龙元帅第一个站了起来 普通一声跪倒在地 陛下 就算是站之一兵一卒 我们也绝不后退 一定坚持到蓝好王殿下归来 死战不退 不退 重将的信心 此时已经被完全调动了起来 一想到唐三在战场上的强大 他们就充满了信心 跟着歌龙元帅 一起高呼 呼啦啦 跪了一地 雪崩满意地点了点头 歌龙元帅 如何安排明日之战 就交给您了 坚持住这一战 帝国必胜 歌龙元帅猛地站起身 转向重将 私声高喊 帝国必胜 顿时 帝国必胜的呼喊声 响彻大仗 因为坚韧血出现 而带来的恐慌气息 荡然无存 在雪崩的事宜下 歌龙元帅 亲自率领着重将 离开中军大仗 去安排明日之战的排兵布阵了 等到他们全部走了出去 大师这才激动地问道 陛下 小三儿 具体什么时间回来 他怎么没通知我们 雪崩先前还一脸狂热的神色 此时却如同冰雪般消融 挥挥手 遣退左右内侍 叹息一声 苦涩地摇了摇头 低声道 我也不知道啊 什么 大师大吃一惊 唐昊 唐孝 宁峰智等人 也都吃惊地 站起身来 雪崩摆摆摆手 示意众人坐下 国师 各位前辈 刚才的情况 你们也都看到了 如果我不给将士们足够的希望 恐怕 我军 就要不战自溃了 我并没有得到老师的消息 更不知道他能否及时赶回来 大师的脸色也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可是 陛下 您这只是在饮阵止渴 如果小三不能及时赶回 我们根本就没有与武魂帝国那个神对抗的资本 恐怕连明日这一战都坚持不下来呀 宁峰智道 陛下 大师说得对 现在 我们谁也不知道 蓝浩王何时才能归来 面对不可战胜的对手 不如 我们暂避一时 等蓝浩王归来 再与对方 决一死战如何 雪崩摇了摇头 他的目光顿时变得坚毅起来 不能退 争所谓兵败如山倒 一旦后退 我们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万一我们今天晚上后退 明日老师就赶了回来 可我们却要在撤退中面对强敌 岂不是更没有机会了吗 哪怕老师传承成功 他也是神级强者 面对我军后退的腿燃 迎接与他同一级别的对手 恐怕也很难获胜 退一步 说句不敬的话 万一老师回不来了 我们退 又有什么意义呢 五魂帝国大军 在那个神的带领下 长驱直入 我们也未必 就能多活几天 倒不如就在阵前拼死一搏 只是一天 老师就有一天回归的时间 如果真的支持不住了 我死 也要死在战场上 绝不能死在败退的路上 宁可做阵王的帝皇 也绝不做逃跑的孬种 听了雪崩这番话 包括唐昊在内 众位强者心中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震撼 毫无疑问 雪崩的实力 在他们面前 与蝼蚁无异 他的帝皇的位置 更可以说是捡来的 至于他拜唐三为师 在唐昊看来 这只不过是要利用 唐三的力量而已 这些强者们心中 没有一个真正看得起他 只不过因为他的帝皇的身份 才对他略微恭敬 但是此时此刻 众人的心态 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面临如此危境 面临对方有一个神级强者的存在 作为帝皇的雪崩 不但没有丝毫胆怯 更没有退避的打算 居然就要以这种硬碰硬的方式 与五魂帝国拼死一搏 要知道 在这双方强者实力 对比差距巨大的情况下 还做如此选择 与自杀也没什么区别 除非唐三能够及时赶回来 能够拥有这样的勇气 哪怕是略微显得 有那么一份鲁莽 雪崩却也在这个时候 第一次得到了眼前 这些强者的尊敬 好 唐昊大喝一声 中军大仗嗡嗡作响 强横的霸气油然而生 只是雪崩点头 不愧是我的徒孙 没错 你说的对 只有战死的我们 没有逃跑的孬种 那个神就交给我了 就算是死 我也要给他留点记号 生亦何欢 死亦何苦 人生在世 能轰轰烈烈而死 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唐笑笑了 二弟 你忘了我吗 我们兄弟二人 已经有多久 没有共同面对一个敌人了 能和一位神级强者交手 就算是我们的祖父 他老人家 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们可比他老人家 还要幸运呢 大师哈哈一笑 虽然军中不许喝酒 陛下 我们今天能否破例一次 我突然很想喝酒 雪崩也笑了 猛然站起身 大喝一声 来人 来酒 就让我与众位前辈 一醉方休 在决战前 哄饮一场 一名内侍 快速从后面跑了上来 神色有些尴尬的 在雪崩耳边 说了几句什么 雪崩恶然道 坏了 我为了严明军纪 这次出征 不允许携带酒水 这个 唐浩哈哈一笑道 徒孙啊徒孙 如果你能渡过这次难关 我敢肯定 未来 你一定是一代明军 就让我们以茶代酒吧 也是一呀 身为帝王 如果换了别人 被人当众喊的徒孙 心里 多少会有些不痛快 但雪崩此时 心中却充满了兴奋 他明白 眼前这些魂世界的一代强者 已经真正的 认可了自己 好 那就以茶代酒 夜幕降临 不论是嘉陵关 还是天斗帝国大营 都紧锣密鼓的 忙碌起来 肃杀的气息 在双方大军之间的平原上 悄然荡漾 沉寂了一个月 最后的一战 就因为那突然到来的天使之神 而一触 激发 一夜无画 第二天清晨 没等五魂帝国大军出城 天罡蒙蒙亮 战鼓的轰鸣之声 已经在天斗帝国大营中炸响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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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牛皮打造的战鼓 在军中大力士的敲击中 爆发出震而欲聋的轰鸣 百万大军之中至少有千面战鼓同时敲响 天斗帝国军营所有营门大开 大军如同潮水一般从军营中涌了出来 最先冲出营帐的就是青旗兵 青旗兵驻扎在大军两翼 此时从营帐内狂奔而出 就像是天斗帝国大军的两只翅膀一般飞速展开 紧接着出现的是中军步兵 青装步兵在前 重装步兵在后 迈着整齐而有力的步伐开入战场之中 中军左右两旁 分别是大师率领的唐家军 以及由唐孝唐浩兄弟二人率领的天斗帝国魂石军团 之所以如此交换 就是因为唐家军中的精锐 不少都是来自于丹蜀姓四大家族 他们对浩天宗的怨气还在 为了不在战争中出现影响 所以统军才暂时交换 中军之后 就是天斗帝国大军中的绝对主力 重装骑兵军团 这一战 天斗帝国大军可以说是清朝而出 超过十个重装骑兵军团 在两翼步兵的护卫下 最后冲出大营 百万雄狮厌赤排开 浩浩荡荡的朝着嘉陵关方向压迫过去 那可是百万雄狮啊 在这一刻强大的压迫力 令嘉陵关守军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面对天斗帝国如此恢弘的气势 哪怕是千刃血站在嘉陵关城头 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他虽然已经进阶成神 但以他自己的力量所释放出的气势 也不可能与眼前这百万大军相比你 此时千刃血心中不禁略微有些动摇 唐三回来了 不然的话 为什么天斗帝国大军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清朝而出呢 传我命令 开城 出战 千刃血 沉声喝道 是 六大供奉同时领命 只不过他们的命令却延迟了一些才产生作用 嘉陵关守军可以说已经被天斗帝国大军打怕了 哪怕是五魂殿的魂石军团也不例外 此时眼看着天斗帝国大军以史无前例的气势压了过来 他们心中又怎么能不为之战力呢 不过在魂石军团的压迫下 六大供奉的催逼之中 五魂帝国的各个军团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集结完毕 嘉陵关城门大开 一共十万大军从关内涌出 十万人听上去已经不少了 但与对面的百万雄师对垒 战争尚未开始 五魂帝国这边的士兵已经有不少人双腿都在颤抖了 在他们看来 这样的战争与宋死合一 就在千任雪准备带领一众五魂帝国强者出战 激励几方军队气势的时候 突然间一声龙吟虎啸般的长啸声 宛如滔天巨浪般从远方呼啸而至 千任雪何在 伴随着那长啸之声从天斗帝国大军侧面 只见一团蓝金色的光芒瞬间放大 只是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了天斗帝国大军上方 在那蓝金色光芒眼影之下 七道身影出现在半空之中 为首一人 全身蓝金色铠甲覆盖 背后绚丽的波浪云纹八亿舒染 头戴三叉海参盔 手持海参三叉戟 正是传承了海参神指之位的唐三 唐三手中海参三叉戟 直指对面嘉陵关城头 他那庞大的神念 几乎在一瞬间就锁定在千任雪身上 海参唐三在此 千任雪何在 唐三口中一声断鹤 庞大的神念宛如水波一般 从天而降 天斗帝国大军只觉得甘铃敲洒 精气神瞬间提升到了巅峰 原本就已经灰弘浩瀚的气势 在唐三故意高呼出自己海神的身份时 更是提升到了巅峰 借助着百万雄师凝聚而成的信念 唐三的气势也同时提升到了顶点 一圈蓝金色光芒从他身上扩散开来 身边的戴木白小五等六人在海神之力护送下 落入大军前方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释放出同样的九个魂环 尤其是那排列在最后的十万年红色魂环 是那样的夺目绚丽 在天斗帝国大军冲出营帐 准备与武魂帝国大决战之时 唐三与伙伴们终于及时赶了回来 当初他击败千人血之后 只是耽误了几个时辰的功夫 协助伙伴们完成各自的魂环吸收 又在紫珍珠岛短暂停留后 就与众人出发 急速回归 而千人血因为被唐三所伤 有所耽搁 回到嘉陵关后 昨晚又休息了一晚调整状态 才使得唐三能够适时出现在战场上 唐三的海神之力 骤然出现在天斗帝国大军上方 千人血自然是心头一紧 双拳紧握 而天斗帝国这边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眼看着唐三与其他六怪归来 端坐在战马之上的雪崩 幸福的险些晕过去 他不止一次祈祷着唐三能够及时归来 当这一幕真的发生的时候 他心中所充满的那种幸福感 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甚至有些疯狂似的 猛然抽出自己的天子剑 仰天高呼 海神降临 蓝浩王万岁 他这一喊 顿时惊醒了那些 因为唐三出现 还有些迷惘的天斗帝国大军士兵 他们或许会因为唐三身穿海神神装而迷惑 但唐三手中那柄海神三叉截却假不了 眼看着唐三高举海神三叉截 全身绽放出比以前更加夺目的光彩 绚丽的海神神装所释放出的强大气息 顿时令天斗帝国的士兵们眼中都充满了狂热光芒 他们可能会不明白 为什么陛下呼唤蓝浩王为海神 但他们却绝对相信 有蓝浩王的带领 他们必将击溃五魂帝国 而雪崩喊出万岁二字 无疑将唐三摆在了与自己齐平的位置上 甚至还要凌驾于他之上 这本来是与情理不相合的 但唐三的出现可以说是再次力挽狂烂的前兆 有了他 整个天斗帝国百万雄师就有了主心骨 有了他 这场战争就不再是自杀 而是尖敌的大好时机 唐浩兴奋的举起了拳头 看着空中的儿子 他心中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神 是的 儿子终于完成了海神的传承 就在最关键的时刻归来了 大师兴奋甚至还超过唐浩 唐三是他一手培养起来 他将自己全部的知识都传授给了唐三 此时眼看着唐三终于突破了百级屏障 释放着庞大的神力出现在半空之中 大师不禁百感焦急 他在内心深处疯狂的呐喊着 父亲如果你们还活着该多好 我玉小刚并不是废人 我没有给蓝典霸王龙家族丢脸 就算我的武魂变异而废 但我却培养出了一个神 一个神呢 尽管这是在战场上 大师眼中却依旧流淌下了激动的泪水 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而当这一天真正来临 而且又是在如此重要关头到来的时候 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 他这一生可以说是极其悲剧的一生 能够走到今天何等不易 此时眼看着神级的唐三 大师内心中的所有悲苦都化为乌有 培养出了唐三这个弟子 是他一生的骄傲 海神万岁 南昊王万岁 唐家军在立堂闽堂玉堂要堂四大堂主的带领下 最先追随雪崩发出了呼喊 紧接着疯狂的呼喊 如同山崩海啸一般在天斗帝国大军中响起 那无与伦比的恐怖气势 令对面嘉陵关城头上的六大供奉脸上同时变了颜色 这一战尚未开打 双方的士兵的气势已经是天壤之别 就算是他们这样的巅峰强者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心中发虚 毕竟人力是有限的 哪怕是封号斗罗也难说自己能够与百万大军抗衡 最多就是可以全身而退 可这是战争 嘉陵关乃是五魂帝国最重要的关卡 他们又怎么能退呢 原本六大供奉因为千刃血的归来而充满信心 已经做好了迎接胜利的准备 可是今天他们看到的 不只是天斗帝国气势高昂的百万雄狮 同时还有那飞翔在空中全身散发着 令他们为之战力气息的海神唐三